或者是一些完善 所以我就想知道 今次这个法案 其实它的意义 因为它不是解决非个失的事情 它同样是现在机制在解决的 它的意义就是说 它会不会有一些 在机制上有根本性的优化出现了 例如 譬如我看回 自己可能在病历 一些处理上会很明昔 就是有一些责任 另外一个通报机制 但是从后面那里 包括去鉴定委员会 包括和解 包括最终进入司法程序 这些有没有一些根本性的优化 在这里 譬如刚才局长都讲到 以往可能是我去公立医院的 一些医疗争议的时候 是行政法院处理 的法律根据是不同 那现在就变成全部都是文化典 还有是初级法院去处理 那这些在你们的角度觉得 是不是解决到 你们原来是想法上面 一些不协调 或者是完善 就是不够完善的地方 是不是根据这个程序就解决到 就是都想再详细了解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 譬如好像以前我们现行 是在做一个医疗活动评估申诉中心的 那将来在那个鉴定委员会那里 其实它有些什么 优化了的地方 因为局长刚才讲到 原来现在走的 有不完善的地方 所以你们才会想 在这里再写回这个委员会 但是我会看回 在法案生效后90天 你们还要去订这个委员会的 运作 流程 它的组成等等 似乎看不到 和现在那个中心 不完善的地方 是不是得到解决 那我都想了解这一方面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其实都很核心的内容 就是将来既然我们是要解决 它一个 过失 是不是有过失 和可以规责的问题 那当中的根据呢 就可能会比较多 就是现在讲的第二条里面 法规 指引 职业道德原则 专业技术知识和常规 那法规就很明确的了 就是现在特区有一套的法规 但是指引 常规 这些其实是比较空泛的 或者我可能 甚至乎每个医疗机构之间 或者公立 私立的医疗机构 它的指引和一些常规 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 那我都想知道 其实将来在评价的时候 它这些根据 究竟是怎样有一些明识的方向 会给它们去看 那另外就是它整个程序 它怎样参考这些指引呢 当我可能 就是我想 医疗它们会比较熟悉一些 但是整个指引上面 是没有有一些不同 令到它的评价上面 它的根据是怎样 那这儿其实我觉得 对于医患相方来讲 都很重要 因为现在有些病人 可能将来某一些医疗机构 它缺乏一些明识的指引的时候 出了问题 你说它可不可以规责 就是某一个医护人员 其实对双方 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所以我很希望 去知道 其实第二条 你们所说的指引常规 这些究竟的想法 是现在有没有一些什么的构想 麻烦 梁安琪議員 多谢主席 司长 各位官员 刚才司长和局长 对这个法案的一些解释 都很清晰的 但我也想再讲讲 我个人的一些意见 和一些问题 事实 市民等了很久 也是网穿收水的医疗事故法 这个法案终于出路 法案中建议 设立医疗事故 鉴定委员会 负责独立调查 和技术鉴定 但是其鉴定结论 当然是为了处理医疗事故争议提供参考 并没有交代今后由哪个 为仲裁医疗事故提供一个专业的评定 此外 法案另外 设立的医疗争议调解中心 只是负责对医疗事故的赔偿争议进行调解 而且首要的是当事人要自愿同意 若不接受调解 但是当事人只能供司法诉讼去追讨 这个可能使到中心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众所周知 在本澳进行司法诉讼 可能是一场长期的抗战 诉讼过程也很复杂 费用也十分贵 而且需要长时间排队的等候 很多市民可能因此放弃了司法诉讼处理的争议 在某种程度上 并没有真正解决市民的问题 对此 当局有否考虑增加这个鉴定委员会的权力 尤其裁定医疗事故的责任 同时研究赋予 调解中心一定的仲裁权 从而真正保障和维护 医患双方的合法的权益 以回应社会的需求 此外在法案的第七条规定 强制性地要求医疗服务提供者 当知识发生或怀疑发生医疗事故的时间 虽在24小时内向卫生局作出通报 但正如上述 法案就是缺少一个 有仲裁医疗事故的决策机构 因此 如何知识及判断 是否为医疗事故 并没有一个标准 医疗服务提供者 如何自行判断 是否发生医疗事故 而且部分医疗事故的情况 是患者在接受了 治疗后 身体才出现不息的症状 借时有什么机制可以处理呢 当局如何确保这一项 得到有效的执行呢 欧钦申议员 欧钦申幻缓 不过现在呢 就未出来 刚才只是根据医疗事故法的讲法 和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法律制度呢 这两者的确是存在一些不同的地方的 两位局长的回应呢 都很不同的 李局长都承认了 现在这个部分是处理了一部分的东西 张局长认为这个已经是全部的 那我想司长解释 究竟你认为李局长讲得对 张局长讲得对 因为两个的讲法是不同的 那好了 问题就是作为司长 你应该要统习全局 不是两个局长各讲各的的时候 那为什么要争论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的争论就在于 如果按照李局长的思路呢 我们要继续去完善 我们要补充我们这个法律的制度 令到它真是成为一份真正的医疗事故法 但是如果按照张局长的思路呢 我这就已经搞定了 这个不关我事了 那之后呢 就未必需要再继续补充 那我这一点上就觉得是 对于立法来讲呢 就是立法会收不收货呢 那在乎这一点上 究竟是以为这个已经是整个医疗事故法来的 还是这个只是医疗事故法一部分呢 在议员刚才的发言里面 其实很多议员都认为 只是这只是一部分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不好意思啊 根据2012年我们立法会 我们立法会所提出的这个 所作出的这个医疗事故法这个研究报告呢 里面呢 就是其中的关于直接关于医疗事故法的制定 结论部分 委员会是提出以下的建议的 那这些建议里面包括六点的 那我不说完全部啦 只是最简单就是 第四点 相关立法 除了在实际上具有重大的作用之外 更与一些非常重要的法律范畴有关 特别是基本权利 现时由民法典规范的一些核心事宜 刑法典 民事诉讼法典 刑事诉讼法典和行政诉讼法典等 因此要制定一个能够与其法律相配合的草案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建议里面的其中一点 那就是说呢 其实现在呢 我们看到 问题关键在这里呢 现在这里呢 就只是按照 用这个法案的名字所可说的 就是处理医疗事故的争议 只是处理争议的部分的法律制度 因为 因为 之后交给谁呢 交给你 我们现时有文法的诉讼的制度了 那如果我们又决定了处理争议 判断了这个是不是医疗事故 要承担的责任呢 好了 以后这个问题呢 就不再是这个范畴乱理了 就是在文法 就是透过司法诉讼来处理了 那么 在很多地方来说 这一点上是OK的 因为如果司法诉讼制度 是能够回应到社会需要的话 那是可以的 可能你要解决了争议之后 跟着 从司法诉讼那里 可能也很快去解决问题 但是 非常之遗憾 在澳门来说 这个司法诉讼 可能随时是三五七年 十年八年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故事的 中箭 剪了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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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了一部分 这是内科医生做的 我是外科医生 我剪了外面箭 就搞定了 等于一样 这一点上 正是为何我们在 这个报告里面提出来的时候 是要牵涉到其他范畴的 需要一起去理训的问题了 现在我们好像没有处理到 我又想知道 究竟在政府方面 现在做了这个之后 究竟之后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去双配套呢 譬如最近 又成立了两个专门法庭 那我们医疗事故 又有没有条件 去成立一些专门法庭 去处理医疗事故呢 然后才能够快速回应 如果你说 不是 我这里只搞了这件 如果我跟着后面 还有一个专门法庭 去处理医疗事故的时候 亦都可能 是相对比较专业地 去对医疗事故 进行这个审议 审议 审裁的话 我相信这个 就会是一个比较适合的配套 但现在没有的 所以其实 我觉得是未够的 原因是 那另一方面呢 在现在的一个制度下 除了司法制后的一个问题之外 亦都缺乏一个医疗保险的支援 我们的报告里面的第六点 我们的报告里面的第六点 我们的报告第六点 就是不妨外政府 不妨外政府在按既定的已有过错责任方向进行立法的同时 就建立强制性的医疗专业及卫生护理保险制度的可行性做研究 这个是当时在未立法之前我们提出来的 到现在有没有做到这方面的研究呢 这些研究 又能不能够配套到医疗事故法里面呢 如果又配套不到的时候 那就好了 正如刚才的陈医生也说 陈医生也说 陈医生也说 如果有这些血涉及重大的赔偿的时候 而没有医疗制度保障医疗保险的支援的话 医生就是倾家荡产也不行的 那这方面又如何处理呢 我觉得这些是需要去 作为一个立法者 我们需要关心这些问题 作为提出法案的政府 也应该对这方面有所交代 然后才能够令到立法会 究竟接不接纳这个法案呢 多谢 梁荣仔议员 多谢主席 各位官员 各位同事 我刚才听到李局长说 十年前就已经有想做医疗仲裁中心 或者医疗解决的问题 十年前应该做不到 现在才再做呢 因为引戒了内地的医疗制度 有些问题 所以就推迟到现在才做这个医疗事故 争议的地步 那现在我想问 现在你跟哪个地区 或者哪个国家 引戒这个制度来做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医疗事故 医疗鉴定委员会 他又有调查权的 有鉴定权的 那这里写了呢 就说他有七个专业人士组成 其中至少五名为医学专业人士 他写至少而已 不是最多 分分钟那两个人士 你都可以委任为医生 或者医疗界的专业人士都可以 还有一个调解中心的调解员 这里写 这里就是由行政长官委任的 那委任是什么人士呢 会不会全部都是医生呢 我想应该都会是的 那所以我是有少少 这些小小问题 问问理局长 谢谢 多谢主席 施家伦議員 多谢主席 施家伦議員 施家伦議員 那经过十多年的咨询研究之后呢 我们的医疗 这个事故争议的法律 已经出台了 那在这个法案 对医疗事故的定义 和病例的规范 事故的通报机制呢 都有够明确一些的规范 那我相信呢 对于我们医患 双方的保 都有一定的匹益 那在这里呢 我想刚才也都 我们的官员 都有关于我们 一些同事的问题 已经有答了 那我想问一几个问题的 一个呢 就是出了事故之后 有什么惩罚的机制 以及应对的机制 会不会叫我们 就是出了医患之后呢 我们的医生 会不会即时停牌呢 就是说出了事故了 那现在进入一个程序 去鑒定医生 会不会停牌呢 这个是 就是 会不会或者 到了九十日之后 如果出了 确实是 就是 出了问题 会不会 就是 钉牌呢 这些这样的惩罚呢 还有呢 我们有个 最主要法案里面 也都有医疗鑑定报告呢 正常九十日内就完成的 那如果是 原因 有些各方面的原因 或者 複杂性 可能会延长 那究竟 它延长的时间是多久呢 是三个月 三年 如果延迟 十年 那怎么办呢 这个怎么去 去保障呢 那 特别是 现在发案更多 是倾向医务人员的责任 但是 我们 因为医疗机构 日常的运作 也都出现 出现 现在 又出现了些问题 导致前线人员的事故 譬如 那些责任 怎么分担呢 因为 现在都是 即是 虽然在法案里面 有机构 有提供医疗机构 或者医疗人员的错误 那譬如说 这些责任 怎么去分担 譬如说现在很多 我们也都经常 在社会里都知道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医护人员 在前线 超时工作的问题 那我们 因为超时工作 引致 事故的发生 那里怎么分担呢 我想知道 那会不会有 还有 想听一听 有没有什么 巡查的机制 监督的完善 日常的管理 提前预防等等 我想听一听 谢谢 麦翠拳議員 谢谢主席 司长的局长 那其实呢 大家知道 这个法案 设立的目的就是 这样才可以把 医患护信加强 那这个才是根源 现在好 我们立法会多了个医生 刚才陈医生所说的 我很认同你的三笔 就是医疗有三笔 有没有理解 坐在这间指点 不准确性 第二 不能是完美的 一是不能设施 那方面的东西 第三 不对称的专业关系 其实呢 我更加关注 这个不对称 这个 信息方面 因为 其实 互信呢 应该来源于 大家的信息对称 那如果是医患 本身 就是那个 信息不对称 因为医生是专业的 病人是不专业的 那很多时候 会产生这个矛盾 那所以透明度很紧要 所以这个 我看这个新法案文本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就是说 已经可以有事 可以看病历 那但是问题呢 又来了 那因为现在 刚才所说的那个委员会里面 就是找些 专业人士 专家学者 那但是 专业人士的定义 在澳门真的很特别 因为我知道呢 除了律师 有一个专业考核认证制度之外 医生也是有牌 不过呢 没有专科医生的考核认证 那当然 一般的 伤风感冒的 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有 就是 有争议 那但是 当去到一些专科的时候 有争议的时候 那委员会的成员 他本身有没有经过这个 专科的专业考核认证呢 就是说 那个可 就是 可信道 可信道 足不足够呢 那这个是一个关键 那当然 刚才大家同事也提及到 买保险这件事 那按现行的制度 换衛思考你是保险公司 其实也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喂 医生是有牌的 我知道了 那专科医生没有考核认证 我怎么知道水准是如何呢 那跟着你就是 你又可以行医的嘛 那出了事的时候 那我怎么赔啊 那这个实事求是 会不会思考 你会不会赔呢 你会不会做这样的生意呢 风险那么大 那所以我觉得 定这个法案呢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是不是同时 我们要定个时间表 几时可以 专业人士 其中包括医生 最重要了 专科专业的考核认证 你定个时间表 要不然你发案出了来 怎么执行啊 就是刚才在医生的过 你做完我那份 那我亦都看过文献呢 确实在美国也有个个案 这个个案已经是十年前了 有个人去美国 搭的士 跟个的士司机聊天 哇 原来他是老科医生来的 他说 你做什么老科医生你都不做啊 我赔不起啊 现在真的赔偿很大 保险费啊 各方面的东西 拿的士我有数位 其实同样呢 这个事情来到澳门今天呢 我们大家是不是要考虑 专科专业认证 就是考核认证的问题呢 医生 如果你没有这个考核认证 本公司怎么跟你买保险 那如果没有保险的时候 这个法案过了的时候 那怎么赔啊 就是我们定个法案 想个社会制度完善些 和可操作的 如果执行不到的法律 陷入一条好的法律呢 那我想大家思考一下这件事 那还有呢 就是最紧要 让我提出这件事 就是说 透明度高一点 就是 其实我曾经接过一些个案 就是说 有医疗九分的时候 不是事故 那么 病人去拿 他的病历 和过程的记录 都是很困难 那这方面来说 如果是没有什么事的 那我们快速给了他 那大家有个安心 那便不用有个猜疑 譬如最近有个说 病人分娩了之后 身体里面留下沙布这个个案 那到现在 病人都很想知道 那个过程是怎样 那个调查结果是怎样 但是他说 最近都追我好几次 叫我帮忙跟进一下 还没拿到这个过程是怎样 究竟怎样发生这件事 那譬如这件事 我们的信息 在不对称的情况下 而我们的行政效率 加快一点 那是不是 就是减少了这个 医患的不互信 而增加了互信程度呢 那我想 在这个法案 我们一定 我本人一定会支持的 会投赞成票 但是问题来说 就是 你几时 是不是可以定一个时间表 在一个专科专业 就是医生的考核认证 要定出来 以配合这个法案 这个才是大家关心 其实很多人说 有大病过香港看是真的 我认识很多基层 他真的没有钱 他借钱 他也是过香港看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一下 在完善这个法案的同时 更加给市民 一个在澳门看医生 是放心的 尤其是专科医生 都是没有问题 那个互信程度的增加 我想是有来于 行政当局的决心 专科医生 专业考验认证的时间表 而且真的要做到 谢谢 关翠行议员 多谢主席 各位官员 医疗事故法 其实在澳门社会 希望这个法律的定定 已经超过不止十年了 其实在立法会 就这个问题的讨论 也都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但是今天看到来到这里 这个法律 我曾经都想过 都不知道是否支持好 跟我们的期望的落差真的很大 但是我其实都很明白 刚才陈医生都说了 作为医疗工作者 他对这个事故法的一些看法 但是同样作为立法会 在当年我们大家去提出 希望建立一个医疗事故法的时候 其实一直是存在了两大问题 一个就是事故 真的有责任的时候 怎样赔偿 另一个就是没有责任 能不能够赔偿 因为其实事实上 在医疗的过程当中 它的而且确是会出现很多事故 而这些事故是可以区分为有责任 这是一个很客观的现实 但是在大家除了看到 作为医护人员 怎样要遵守一些规则 一些指引和一些专业的操守 去执行他的医疗工作之外 但是同样在我们会发觉到 事实上有一些医疗事故出了之后 那些当事人也挺痛苦的 当然这可能有些是不关系医疗人员 本身的一些过错责任 所以当时这个法律 经过这么长的讨论 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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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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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究竟如何去界定 另外一个就是 无责任赔偿的时候 在全世界对于这件事的争议都很大 应不应该赔偿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 我似乎好像觉得 这个法律 我相信我们刚才很多同事都问了 我相信 明天各位都会继续去解释 但我也是很想问的一个问题 李院长刚才说 当时一直参考国内的一个制度 后来发觉他有一些问题 我都很想知道 究竟现在那些问题是怎样 其实应该比社会更多 大家才能理解到 现在为何我们 用这一个这样的方向来立这个法 还有一个其实对于医疗事故的处理 我们周边地方 其实有些什么经验呢 好的和不好的 应该多些给社会去讨论 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的资讯介绍得少 你们在理由陈述上面 也没有一个很长的介绍 令到大家其实很不明白 还有一个现在大家的忧虑 其实在这个法律 我们大家看看 你回来的七个人的委员会 和现在这个没有什么分别 现在都是七个人的委员会 那究竟真的有什么 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法律之后 比过去现在的申诉中心 是优越了呢 那你要说得到一个差异 否则就好像真是为了做法律 只是为了那个病历 加强了病历的管制处理 就可以解决到问题吗 所以一定要说出 我们做这个法律 起码给现阶段有什么进步 如果你说不到 即是怎样支持呢 和现阶段你做不做都一样 所以你一个 作为政府来说 我觉得这个方面 你一定需要介绍 第二个就是 我都很疑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现在这里说的一个协调 其实一直都有协调的 刚才一些资料都说 我们每年都平均有三十多宗的医疗事故 其实也涉及到杀尚 那些协调一直都在做 现在这些又不是什么有权力的 只是你有一个这样的委员会去做 派一个人去做协调 为什么不行一些叫做仲裁的制度呢 当然我们有些争议 即使是仲裁也好 那个当事人都可以不满的 仍然是要最终靠法院去决定 但是为什么 在这个医疗事故争议上面 不可以有仲裁呢 我希望可以讲讲政府怎么看这件事 为什么不可以肯进入司法程序之前 或者有不满的时候 多一个仲裁制度 至少这个法律都可以做多少事 我希望这里有一个解释 还有一个现在听下来 似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一直都是 关于保险 那个保险问题就似乎 现在好似大家都很多 保险公司经常说 这些医疗事故赔偿很大单 所以买保险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也没有保险公司愿意受保 我觉得这件事 到底是不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我真的想政府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上 因为我们始终要解决了几十天之后 法案通过了要生效的时候 几十天你就要订出这些制度 如果那些保险公司不做 那又怎样呢 政府有什么方法应对呢 因为现在这个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 我希望政府可以解释一下 关于保险的问题上 你们之前有什么接触 另外再一个 我觉得在我的角度 我们作为一个医疗事故的争议 其实就是需要有机制解决 真是一些预了事故的 又不存在医疗人员责任的问题 那现在这个法案是解决不了的 我只是想问 政府有没有方向 在未来都会思考这件事 透过什么机制都好 总是来说要对一些遇到医疗事故的人 能够有一些机制 能够有一些机制 去令到他可以 叫做支援也好 不要说我不说那是否赔偿 但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机制 尤其是可能在司长这个范畴 社会文化的范畴上面 用社会的角度去看回这些受害人 有什么机制可以支援呢 我只是想想 政府在随后 这个法律之后 会不会去思考这些问题 崔世昌議員 多谢主席 司长 各位官员 各位同事 刚才已经过半钟头 很多同事 都对这个法案 提了很多疑问 和很多意见 但我个人来说 我是会支持这个法案 我是基于一个理由 就是这个确实 大家都理解 这个是向前走一步 但是 是不是最好呢 当然未必是最好 还有很多改善空间 但是我觉得 在现时来说 是有两步可以在我们 如果今天通过了之后 在细则性来说 是希望 是政府当局能够 是对一些条文里面 是作出 是如果 我们议员 和有关委员会提出意见 希望大家持一个开放态度 大家共同探讨 另外一个 我看了这个法律 法案 在最后那里 也没有提到 一个 会经过一段时间 会作用一个检讨 因为这个法律 大家都知道 经过了 这么多长时间 也都 在最近 之前我们立法会 第三上次委员会 也做了个报告 我对这方面 我不是很有知识 但是我看了这个报告之后 也很有启发性 也都令到我觉得 也都相信 有关这个法案的 事物是一个很复杂 而且 涉及到 我们居民的一个 和医护人员的一个 平衡 一个权益的问题 这个 不是容易解决的事 所以我建议 是不是政府 应该持一个开放态度 在细则性讨论的时候 我都会提议 是会增加的条文 是不少于两年 或者也都不希望 多过三年之内 是作一个检讨 我亦都很赞成 刚才关议员所提的一个 的意见 就是这个法律 我完全是认同 我会支持 但是 在张诗的范畴里面 在社会方面 福利方面 是不是可以 用一个机制 去如何支援一下 这些 这些无过错的 医疗事故的时候 是有一些 如果 当然是要这些 受害人 或者 受到伤害的人 是他自己的要求 才让他 不是说 大开门会 主动去问人 你不要钱 要我给你一些 或者要如何支援 这个是 是用一种机制 是如果他就请求的时候 或者有需要的时候 是作一些支援 因为今时今日 我们的社会 也都 政府里面 也都有一定的资源 是可以为我们的市民 是做多一些事情 也都 是令到一些 市民 是 活得开心些 活得安心些 那么这个只是我一个 不成熟的建议 也都希望 在细析性讨论的时候 大家 是 开放些 大家也都持一个 开放的态度 不论是 我们议员也好 政府也好 共同 是做好这个法论 多谢大家 已经有九位议员再发言 已经有九位议员再发言 我想请政府先回应 多谢主席 多谢主席 多谢各位委员的意见和提问 齐首席 提及到希望小组讨论的时候 细析性讨论的时候 政府方面可以持更开放的态度 去进行探讨 交流完善 是完全同意的 政府方面 在这个委员会的讨论里面 是会向着这个方向 尽量去努力 和大家一起做好 这个讨论的工作 两位议员都说 提及到在社会福利的范围里面 能不能够是对于 是一些没有过错的 医疗事故的病患者 会不会有些特别的关心和支持呢 这个是很好的提议 一个方面 以前来说 是不论我担任这个工作 或者是吹特首 担任这个工作的时候 都本着人民关怀 这个感情 是向着这个方向 去安排工作 听完议员的意见 我们会觉得 更加重视 是作出加强的 而提及到会不会 设计一些检讨 一定连限作出检讨 都是委员会讨论的时候 再跟大家去听取大家的意见 主政我在这里介绍少少少 有议员提及到 医疗事故 监定委员会 是否和以前的 评估中心 有什么分别呢 是否一模一样呢 会不会到时的成效 会更高一些呢 一些的情况 我们觉得他们 到时建议成立的 这个监定委员会 是 过程下会更好一些的 几方面的原因 我们相信他们 因为位阶更高 权力更大 独立性更高 以及公信力更强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评估中心的委任 是由卫生局长委任 是由行政长官去作出委任的 评估中心的委员 是由行政长官去作出委任的 所以 申请监定 如果是以评估中心的话 就是患者一方 主动提出 监定委员会 是医患双方 都可以提出 所以说 它有进步的地方 是对双方 都提高了 这个保证的 而另外一个 评估中心 没有调查权 而 监定委员会 是有调查权 建议 在法律里面 写明 是不予配合调查 是会 建议是 违令罪的 就是说 从法律的角度 是更加限制了调查 更加全面深入 和公正 小小的资料 给大家 参考 有 议员问及到 究竟这个是否全面 还是未是最全面 其实 政府的看法 都是一样 不过表述 不是完全一样 因为 如果是全面的话 应该再 考虑 这个 保险 的制度 在里面 但我也想说多一点 事实上 虽然 经过十年的时间 真的 大家都很努力 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在很多方面不同的意见底下 甚至有些意见觉得 澳门都是不需要搞 外地有些不成功的经验 或者说 澳门分歧那么大 你更搞 都搞不成的了 但是 都是秉住 思路 定定 是对医患双方 都 提高了 这个保障 的这个角度 而 刚才我都提及到 感谢第三委员会 的工作的话 是 我们商讨之后 互相交换意见 参详 都提及到 最后的阶段 是有条件的 就是基本上 比较容易 达成共识的地方 我们这个方向的话 因此 卫生局的同事 法务局的同事 都进行了努力 绝大多数都是依据着 第三委员会的意见 这个方面 是处意了 现在的文本 政府是觉得 现在的文本 虽然仍然有不同的意见 未是最完美 但是 基本上 是归纳了 立法会委员会 相当部分 议员的意见 是业界的意见 社会和市民的意见 是具备条件 是进行讨论 希望 大家都期望 可以成功立法 的一个这样的事情 是 行多几步 完成的立法 所以简单 也都是回顾一下 我们觉得是 具备条件 稍后我们详细地 去讨论 交换意见的话 如果达成一个共识 就完成了一个工作 为什么说 仍然 还有一些 还未 齐全 例如说 是 因为在这里 暂时未放到医疗 所以 拉长了时间 因为有 议员提及到 鄰近一些地方的 相关的立法 或者制度的一些经验 正正就是带出来 一些我们可以参考的 一些经验 举个例 中国内地 相关的制度推行的情况 2003年中 中国的卫生部 联同保监会 保险行业协会一起 就着医疗 执业责任保险的需求 的情况 是对北京 上海 福建 广东 雲南在内的七个省市 进行了调研 然后 北京上海 两地卫生局 先后推出了医疗 执业责任保险方案 并且在2004年底 开始了医疗 保险项目的试点 但是发展下去之后 的情况是怎样呢 后来发展到 是没有办法 其中一个状况 没有办法满足医疗领域的需要 譬如上海为例 2006年用于支付医疗索償的费用 是一亿元人民币 而保险市场支付的赔偿 仅仅是三千万人民币 即是保费能够支付的赔偿 是不能够满足到实际需要的一亿元人民币 就是保险的金额 保险的金额 保险的金额 而另外一个 国内也因为 推出一个强制投保医疾险 的工作淡化 导致保险收入急剧下滑 急剧下滑 就是保险如果收入下滑的时候 对于支付这个保金 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总结 我们搜集出来的资料显示 中国内地医疗糾纷和医疗赔偿的状况 的一些特点和趋势是什么呢 就是发生的几率不断攀升 而尤其是赔偿的金额迅速的升高 原因是医疗糾纷发生的赔款数额巨大 因此过程里面出现赔偿的金额迅速升高的状况 台湾地方的一些经验 就是医疾的保费高 保障范围少 所以多数医师都不愿购买 恶性循环底下 保费偏高 降不到下来 一个恶性的循环 手头上面我们有这些资料 给大家 向大家介绍一下 以后有多些的话 我们随时会再向各位议员提供 主席或者是李局长 或者是张局长可能就是议员 刚才的一些问题 再和大家介绍一些情况 好 李局长 我说一说 这个法律制度 就跟着下来 有的配套法规 就是 监定委员会的运作 和监定的程序 是会有一个法规去定定的 调解中心里面也是 它的运作和调解程序 都有专门的法规去定定 另外 卫生局会在病历的记录 病历管理保存 和拿取病历的副本 都会定定指引的 另外还有就是 监定委员会的成员 和调解中心的成员 是由行政长官的批示去委任 这些都是配套的法规 或者我又说一说 其实现在 我们有一些 有一些数字 就是有一间保险公司提供的 澳门一间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些资料 补医间保险公司 购买到的医疗责任保险 的澳门医生 大约有50人 保费大概是由3000到3万元 其实是 澳门医生 現在都可以買到責任保險 講回專業認證 其實我們現在 衛生局的牌照部門 對醫生、中醫、牙醫、護士 藥劑師、化驗師 技術員和治療師 包括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語言治療師和針灸師 是有認證的制度 現在是以文件審查的認證制度 會規範他們執業的情況 至於是否因為有醫療事故 以後需要停牌 其實醫療事故 真的定定醫護人員是有責任 這個責任的程度都有不同的 那麼我們這個發牌的機構 應該會相應不同的違反程度 是處於一定的處罰 就不會說一有任何的事故 就立刻停牌 這樣 多謝 看看張局長有甚麼補充 張局長 還有醫療事故有關的法律的規定 所以重點 有一些譬如陳議員提到 一些譬如關於醫療行為過程當中 可引致一些刑事的條款 就是研發在這裏規定的 有一些紀律性的 如果公家醫院 可能在公共人通知那裏 都可以有一些條款是失用的 私家醫生 又有其他相應的法律制度 是失用的 他就說現在跟醫療事故有關的法律制度 是由不同層面的單行法規來規定 而這個法案就是 就著現在解決醫療事故最核心的問題 就是認定賠償 這兩點來做一些法律方面的完善和補充 所以剛才李議員都說到 譬如說關於通報、病例、鑑定、調解 以及統一所有的公立醫院 以及私家醫生的法律的適用的制度 剛才李議員都問到 關於第二條 這條事故定義那裏都是說 要違反一些法律法規 這些就很清晰了 如果是違反一些指引 這些指引未必一定去到一個 這個就是沒有一個法律的很明確 就是哪些算哪些不算 譬如說有一些 因為醫療行為是很多人是很負責的 譬如有可能一些 現在醫療過程當中 用很多醫療儀器的 可能一些醫療儀器的機器的使用 都有一些指引的 如果你按照合法 以及按照指引去操作的 那就沒問題了 如果你是在操作過程當中 違反了 譬如說應該消毒 而沒有消毒的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都可以視為違反了一些指引 不過如何來定定呢 這些都要交給專業的 有專業 以那些能力的醫療事故監獄委員會來認定的 剛才奧錦珍議員提到 因為剛才都說了實際 關於醫療事故的法律規定 是省建於一些其他方面的 其實在澳門的立法 也未必一定是 作為一部醫療事故 把所有的 跟醫療事故有關的法律規定 全部是集合在一起的 所以在這方面 其實都同時 比如文化典 研發典 有很多法律是在使用的 而關於是否可以到時 設立一個專門的醫療事故 專門法庭 如果有條件 有人力資源各方面的 當然如果是 因為司法審判的專業法 是一個方向來的 不過這些都要受制於 剛才我講的那些 人力資源各方面的條件的限制 不過這一次呢 最少是 剛才我講的是 公立醫院和私家醫生的 法律制度的失用 統一了 和蘇州的法院都統一了 是粗級法院的 剛才梁議員問到 關於那個 間諜委員會和調解 間諜委員會說了最少五名 一定是醫學背景 另外兩名 沒有限制 一定是不准在醫學背景的 不過我們不斷留住空間 就是希望有一些 比如說最少一名 法律背景的 對整個調查程序的 合法性是有幫助的 如果調解員呢 調解員 未必一定是有醫學背景的 所以這件事剛才 關於議員都問到 就是法律制度裏面 訂定了調解的制度 為何不去訂定 仲裁的制度 這個調解 這件事呢 作為一個正式的制度的訂定 這次呢 這個法案算比較新的 因為調解這件事是隨時可以存在的 其實調解 這次我們設定了一個 比如類似的機構性的 機構性的調解 就是有專門的機構 和專門的調解員 調解醫療事故 糾紛以產生的賠償的問題 構思就是說 如果發生了醫療事故 透過醫療事故間諜 委員會做了專業的 認定 假設認定了存在醫療事故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是 雙方對這個醫療事故間諜報告的 我想最關鍵 它對於將來的委員會的運作 是否得到社會的認同 是否可以得到 它法案所期望的公信力 如果大家認同有這個公信力的話 實際是否存在醫療事故 已經 技術層面已經知道了 陣地就是發生了醫療事故 那怎樣賠償的問題 兩條路 一個就是大家不去司法程序 大家透過各種方法調解又行 不透過這個機構性調解 大家找一個中間人調解又行 你透過仲裁 其實這裡沒有寫到一個機構性的仲裁 可不可以使用仲裁 完全可以使用2996M的資源仲裁的法律制度 是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都可以是訴訟於法院的 不過剛才陳議員都說了 其實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有一個專業的報告說了有醫療事故 如果大家是就這個 是否具備條件透過調解 雙方共同有意願去調解 我們覺得是有空間的 因為為什麼呢 首先這個報告已經是說了 是有醫療事故 大家知道這個情況 已經知道傷害的程度又是知道的 特別是給它這個制度 運行一段時間 有一些類似的 我們說一些case走了 法院都判了 大概知道這種情況 賠多少錢 一個什麼情況之下 是這種對醫院雙方都有一個動力 就是說是否要再花錢 花時間 去訴訟法院 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有一個機構性的調解 是可以幫得到的 有醫院問到 為什麼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既然覺得調解這件事是好的 為什麼要去自願 因為調解的制度本身 就是一個自願的原則 如果大家談不定 一定是談得定 大家喊 如果談不定 就去法院打官司了 已經 所以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調解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如果大家第一 同意去調解 對調解的結果 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話 大家要簽一個調解的和解協議 而有了這個和解協議 就不可以再到時又返會 又去法院大官司 避免了這種程序方面的重複 可以省省時間 省省對大家都是一件好事 如果透過仲裁 不是不行 不過仲裁呢 有一件事就是說 有一些情況之下 仲裁 出來的結果 他可以再去司法上訴 可能未必 最終去解決那個問題 另外呢 如果是透過仲裁的話 他仲裁的 仲裁員的 做的 判斷呢 他類似一個法官的調查權的 他可能又是 走了一輪 對那個報告認同 不認同 各方面又是 又可能是 引申一些相關的其他的問題 所以相比較而 調解 他不會 調解後 不會再做 這個是否存在醫療事故 責任的歸屬 他再說 就是說 OK 有了這個結果 那麼大家 理想付多少賠償 他肯不肯接受 其實就是做這個調解 所以我們覺得 可以是 給這個制度 運行一段時間 就像剛才崔議員所說的 你給他運行一段時間 看這個制度的運行 是否 可以達到 我們所預期的目的 到時會有意見 覺得既然是這樣 可否定性為 它是強制性調解 就是說 未去調解之前 不可以再施法訴訟等等 其實這些都是各種 各樣的意見 可以都是法律通過了 如果法律通過了之後 可以到時做一個相應的檢討 施議員問到一個關於報告 就是鑑定委員會的報告 九十天 一般希望都沒有拖替時間 所以希望他最長九十天 去做出一個報告 不過如果是有特別情況之下 講明理又可以延長 因為我們那時候都是想 給廢話延長最多九十天 不過為什麼沒有限制到呢 因為DT區醫療事故 有些是相對比較簡單 不過有些可能是非常複雜的 可能有一些調查 他需要一些非本地的專家 甚至於做一些發現 其實很多不同的 可能是好醫生和一般的醫生 和經常被人告的醫生 可能都會去同一間保險公司 他們找出來的保費 是不是真的會這麼區別對待 還是保險公司 其實都會一籃子計算它的風險 通過精算師告訴他 他的保費應該怎麼收的時候 他都會閉上眼 都是全部同一個系列的醫生 都會這麼收費呢 那如果確實是真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會引起 我們現在經常說的病人 醫病的費用貴 醫生收費貴 等等的東西就會應運 是因為這個制度的建立 還一吹速了他這個事情的惡化 那這個是不是我們立這個法例 其實真的很想解決他的問題呢 我相信未必是 所以我很希望聽到政府 對於專業認證這個制度 其實什麼時候可以真的針對醫生 因為要配合我們這個醫療事務法 什麼時候可以出台呢 作為專業人士 其實我對工程啊 城規等等的人士 他的專業認證制度都渴望了很久 那文說應該 今一屆新屆會期有機會了 在醫療方面 是不是今屆會期都有機會呢 我都很關心 那除此之外就說 因為醫療事務法出來之後 也都有一些可操作性的問題 不知道政府有沒有評估到 就是說 很多時候醫生為了 滿足醫療事務法的一些要求 可能他對自己要加多一些保障 那本來可能是要病人 驗一下或者兩樣東西 他可以作一些醫療判斷的 但是因為現在有一些 連病歷一切的資料 他都需要去提供 那他可能就好像開涼茶那樣 開十幾二十美 我們去剔一剔 那我們去做 要做這些的時候 自然這些費用都是我們承擔的了 那無論是病人承擔 或者保險公司承擔 走到最後 都會是體現在費用方面 那究竟政府有沒有評估過 如果當我們醫療事務法出台的時候 病人我們要交的保險的費用 不是病人 就是一般人要交的醫療保險費用 會有幾大的增幅 或者是否會沒有變動呢 那這些其實都會有幫助我們去 去看一下這些醫療事務的法例 應該寫得挺嚴謹 那另外一個就說 想了解一下 就是在第十六條 裏面一個就是比較有趣的答案 就是當一些醫療鑑定的報告 出了來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聲明的異議 那他說到 其實是委員會收到聲明的異議的時候 他又可以再 在三十日內決定維持 還是更改他的判斷 那我想了解一下 其實這個上訴機制 如果上訴同一組人 其實他可變動的機會有多大 這個是不是一個比較正常的渠道 還是應該有另一組人去負責 去審核才比較好一些呢 我不是鼓勵要再做多一組 覆核的委員會 但在這個制度上 政府有沒有考量到 因為如果不是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我去上訴 其實駁核的機會 其實差不多都很肯定 因為都是同一批人 再看同一批的資料 再看同一批的資料之後 他要再改變的判斷 其實有幾大可能 那其實這個是不是變成了 可能是上訴的制度 變成了未必能夠發揮 真正上訴或者聲明異議的目的呢 那麼這裏都很希望 是政府給你介紹我們 那麼另外一個就說 我上來之前 有位醫生就叫我看看 其實他給了一些文字我 叫我消化一下 就是最近他很大感觸 就是浙江溫寧市 有些一個註指醫生 被殺的事件 那麼其實這裏一系列的東西 其實都不是說 近期發生 其實整天都有 就是現在病人 是對醫生 用一個很暴力 或者很不敬的態度去對待 那整天我們始終都覺得 就是說 我引用回他說的話 這位作者就寫 就是對於強行在醫患之間 分出強弱的做法 這個作者是歷來都不久同的 那麼他始終覺得 就是在疾病面前 醫患都是弱者 就是醫生和病人 其實都是弱者 他說正如毛主席所說 華臺無奈小何從 哪怕少許的H7N9的病毒 就是強者 醫患只是同心協力 才能夠更好地 跟這個病魔去搏鬥 那麼硬是要分出強弱 其實有很大的困難 當然病人病了之後去看醫生 他不會去4S店裡面 找個汽車維修士 但同樣 當汽車壞了的時候 你找個4S維修的時候 他又是變了強者 那麼他其實不斷在扯強者、弱者 他所說的就是說 其實不要經常再扯強者、弱者 因為其實病人和醫生都是一樣想做好病人的醫 都想治好病人的病 其實不要把他為了要糊口的概念 放進去的話 其實就說 只是分出在職業或者對於專業技術 或者知識認識的高低 深淺意義 那麼其實我想是這個 希望這位醫生叫我幫同大家說說 希望大家在考慮醫患關係的時候 也都是從更全面的角度去認識這個醫患關係 希望大家可以深思一下 各位議員 今天我們是一般性的討論 希望不要牽涉到太多條文的具體性 因為現在已經有17位議員報了名了 那麼現在再跟著就是宋碧琦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大家好 其實對於這個醫療事故法 就是現在對於現在政府交來的 這個處理醫療事故爭議的法律制度 其實正如剛剛說 很多的同事都有講到 就是說 跟社會所想像中的那個醫療事故法 是存在了一個很大的落差 所以也都在這裡 也都是希望特區政府 可以是多從社會的角度去考慮 如何處理醫療上的這些糾紛 其實在醫療糾紛的這些事件裏面 其實我們最主要其實是 我覺得就是要從三方面比較重點去考慮的 第一個就是 如何去確認那個責任 第二個就是當確認責任了之後 如何去處罰和一個的賠償 其實在確認責任裏面 其實在那個正如早前第三上次委員會 也都有就這個醫療事故法的那個報告裏面 也都寫到就是說 澳門曾發生一些的醫療事故損害的事件 而對於這一類的事件 又很難透過一個民事責任 而有效提出這個索償 這個顯示現行的一般的民事責任 的制度在處理醫療事故的問題上 是存有這個不足之處的 所以在這裡我也都是想問一下 政府對於這一方面是怎樣去看待的 第二就是我們都知道正如陳醫生剛剛說的 其實對於一些的治療是存在有一定的風險 不是說那個醫生是有意去做出這個行為 令到這個病者有這個損害 對於這個風險上的責任 其實在我們看回文化典的一些規定 他亦都有對於一些的風險責任去作出一定的規範 特別是對於一些已經存在的一些事情 都會存在事先存在的風險會作出規範 譬如狗隻或者是汽車 就是你汽車在街上行駛 會有一個的風險在這裡 其實這跟醫療治療上的風險 那個情況都是一樣的 特區政府對於這個風險責任的規範 其實的取態是怎樣呢 亦都是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出來 導致了因為你這個風險責任 沒有一個具體的利定 而導致了在保障這個醫患雙方的平衡 是有一點的失衡在這裡 所以在這裡也都想問一下特區政府 對於這一點是怎樣去平衡 保障醫護雙方的權益 第三個就是處罰 對於處罰和賠償方面 其實特區政府也都有說到 就是說這件事的法律制度 已經是對這方面有一定的規範在這裡 但是因為有些是屬於公職 有些是屬於私人 每一個的制度會有一個不同 和差異性在這裡 其實特區政府也都有沒有去考量到 其實對於這些的差異性會不會做出一定的調整 而確保到大家都是從事一個醫生職業的人 有一定的公平性在這裡 我的問題就是這些 鄭安庭議員 是 多謝主席 司長 局長 我在這裡有幾個問題 在這裡這個醫療事故法 醞釀了十幾年了 社會上都很像正面的態度 但是這個法案實際操作 能否切實回應市民和社會的訴求呢 但是需要我們用時間去慢慢去考證 那麼每一個法案都是由無到有 但是都不會說一步到位的 那麼需要我們逐步去完善 那麼是 還有在這個委員會呢 我們要逐步建立這個公信力 讓市民和業界得到認同 有代表性和權威性 那麼在這個醫療事故法上面呢 我們希望對於醫療事故這個定義 希望有一個清晰的定義 怎樣才是 對公立醫院和私立醫院的醫療人員 涉及這個醫療事故所適用的法律 有沒有是不同的呢 那麼在這裡我想說一下就是這個 患者和醫生對於 公立醫院和私立醫院的人員 有沒有統一的規範 有沒有統一個對待 在這個醫療事故 我們的醫療事故評鑑 看看有沒有一個公平公正的評鑑 才可以保障醫護雙方的合法權益 那麼在這裡做一點就是 在這個法律制度的制定 雖然不能夠將其責任歸責 但是呢 有沒有能力防止醫療事故 或者行政失誤發生的時候 對於人手緊張壓力巨大的前線人員 來說 法案有沒有缺乏了必要和合理的保障呢 在這裡希望有清晰的理定一下 他此在這個醫療事故法制度 也要尊照我們 醫學上所說的 預防性治療的原則 在這個委員會調查 或者界定醫療事故的定義時候 希望規定解決 糾紛引致的民事責任認定 和賠償的事以外 法案都應該賦予權力委員會去探究 構成醫療事故背後的種種原因 包括是否醫療體系運作 和相關醫療體系的機制出現了問題 或者資源配置上不足等等這些問題 要著令我們的組織去改善和檢討 從此改善醫療系統上的不足 提升醫療水平的質素 達至治標又治本的方針 在這裡最後我還想說一下 在這個保險制度未實施的情況下 在這個過程中 申請人在發生醫療事故之後 所面對的將會一個漫長的訴訟和等候 在這個過程中 若果我們的市民出現了經濟困難的時候 或者肇事醫療單位 他們無力償還的時候 或者在不可抗拒發生的無窄醫療事故 對於醫患雙方而言暫時是沒有什麼保障的 所以我建議是不是要設立一個 醫療事故基金可以幫助我們有需要的人呢 多謝 唐曉晨議員 多謝主席 本來沒有什麼說的 但是聽了很多同事提了很多意見 那我都受到啟發 其實在全世界來說 這個醫療事故 故意還關係都是一個大問題 那解決得好不好呢 特別好的不見有 但是特別大的 這個問題特別衰 特別大特別多的 在一個國家裡有 導致有某些國家或者地區 這個問題顯得特別嚴重 這個案件特別多 而且呢 引起這個社會特別控動的呢 主要是有一個問題的 就是他們的體制上面是 這個醫藥不分家 那個醫療人員那個待遇呢 他希望他從那個藥那裡拿來 那所以呢 有很多糾紛是從那裡拿來的 那我很高興看到呢 這些問題在我們澳門是 不存在 而我們 雖然 參考某些地區或者國家的立法 也都沒有像他們那樣呢 將這個作為我們的重點 那這個第一點 我覺得呢 這個 醫療事故法的立法呢 有 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呢 我們一定要搞清楚的 就是 我們需要數據 需要資料 還有需要結論 例如 我們現在有多少的糾紛 每一年 分類怎樣 總額涉及多少錢 我們的這個 這支糾紛 和它在這個 醫療活動裡面 整個醫療活動 所佔的比例 和其他國家比 我們是多還是少 另外呢 識別出 那些問題的多發點 究竟在哪一道 那這些呢 才是我們 我們有可能做任何這個好的法律的基礎 沒有這些數據 沒有這些結論 那麼呢 我們的立法呢 很難說 會做到一個解決問題的立法 我們可以做一個 大家都 想立法去立一個法 會立到法 但是 解決 我們想解決的問題 起碼解決得不好 比大部分的 我們地球村的村民 差 那就需要這些東西了 所以這個呢 我認為 在法律上面有一些概念 責任也好 那個 什麼風險 那些 慢慢才說 或者甚至不說 都沒什麼所謂 那些東西都在法典上 為什麼可以這樣呢 因為 其實這個問題 是一個法經濟學的問題 是一個法社會學 法倫理學的問題 那麼 我們要有數據去支持 譬如說 切了一些什麼 才會令到 那些東西少 然後 要搞什麼制度 那麼 才可以 處理到 哪一類問題 這些要數據去支持 沒有呢 就是空話來的 所以這個問題 不是說 是一個純粹的 要法律專家做法律解釋的問題 而是一個 我再重申 是一個法經濟學 法社會學 法倫理學的問題 要做法律制度建設之前的經濟分析 這個呢 我很希望 在立法的時候 將來 政府可以重視這一方面的工作 那我只是提這麼少的意見 馮志強議員 多謝主席 聽了很多位同事的發言 都對這個草案 都感到有點落差 應該 特別有一些同事說 十幾年出版這樣的 醫療爭議的發言 應該是滿足不到 社會的訴求 病人的一種這樣的要求 我的看法 和其中一些同事有點不同 我剛才聽到 陳本立 陳奕立醫生說 醫療是一個 醫療是一個 探索性的 臨床科學 亦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不應該因人的意願 能夠轉移到 即是說 那個醫生想他生 他一定是生 想醫好他一定是醫好 這個是 都說得很清楚 是很有局限性的 是不穩定性的 亦不會因人的意願而轉移 這一點很清楚 所以說 看醫生不一定是醫好 對不對 因爲人有病 去尋求醫生的幫助 應該是一種 一個這樣的 不應該有一種這樣的 不信任一種這樣的 意識在存在 應該人有病去看醫生 應該是醫好 應該不會是 在一個矛盾或者對立 這方面 其實醫生的出發點 都是救死扶傷的 對不對 所以 今天那個討案 這麼多同事說有落差 對這個法案是不滿 那有很多意識 在我們 祖局那裏傳下來 很多病人 打醫生殺醫生 什麼都有 那容有一種不好的意識 就是 最好是醫死 有錢賠 真的有這種人 這種意識 正在我們澳門 都好像多了這種人 以前在 八九十年代 都沒有這種 因爲醫環的關係 搞得這麼惡劣 是這種互不信任 現在整整整一下就開始 因為我們很多 我們很多同事都要 為我們的 市民爭取權益 這種特別病人的權益 這方面又比較 這個意識又增強了很多 這也是一個社會進步的 必然的一個走向來的 中國人所說 自亂不宜自官 社會混亂的官是很有責任的 苗手回春 不宜防範於未宜 我們澳門為何沒有一個管理委員會 香港有一個管理委員會 現在是管理醫院的 澳門有沒有這樣的組織 政府有沒有做到這個工作 香港有醫院管理委員會 醫院是政府的一個機關 專門給一些規範給醫院 如何遵循一個制度去做的 我想澳門可能沒有這個機構成立 所以澳門的三大醫院 各有各的一種這樣的制度 對病人的醫療的流程 對病人的評估夠不夠呢 這都是政府應該要給他們一個規範 我們的病人的權益 起碼得到起碼的保障 對不對 政府有一套很成熟的指引 很科學的制度 給他們去執行 給醫院去執行 給醫生去規範他們的行為 醫療的流程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們政府都不做這個工作 有得他們的三大醫院各有各做的時候 我們的市民就受到 那個權益就受到一定的損害 你知道澳門是沒有醫學院 沒有什麼研究院 這方面的研究院 是吧 所有的醫生都是 在澳門的那些學生去外面 企艦、中醫大那些 去台灣 讀幾年醫科回來 就在醫院就一直做實習醫生 建習醫生上來做 慢慢做一個這樣的 過了十年八年來的醫生 根本在這個過程中 成為一個專業醫生的過程中 是沒有一個考核的制度 就算考核的 都不是一個很正式的考核 所以我們這些醫生的水平 永遠比外面 特別比香港 數字比較差 為什麼這麼多人去香港看醫生 有經濟的能力 有去香港看醫生 對澳門的醫生這個水平 沒有足夠的信心 對澳門的醫療這方面的管理 政府的監管也是不夠 所以剛才也同時提到 你這個監督什麼鑑定 這個會 剛才提到很多人都沒有 對這個會 醫療這個會 那個會都沒有什麼信心 評估就是說 出了事故之後 去這個會 去做一個 一個裁決 是沒有信心 所以 將來這個委員會 是不是請外面的專家 去參與呢 那 可能澳門市民 對這個會有些信心 剛才很多人提到 你跟以前那個 這個很多年前出現這個委員會 都一樣 特別的改變 都沒有賠償機制 什麼都沒有 任由經法院 到訟 的 免得失事 所以 你又難怪 我們的同事對這本這樣的法案 這個制度 是存有一些疑惑的 首先要政府才做好你們的工作 特別是監督三大醫院 我只想告訴大家 這麼多 弱到病除 是理所當然的 現在我們的市民 這個意識就是這樣 我去看醫生就去醫好我 醫不好呢 就是醫生的責任 現在我們同事都有這種意識 現在我們同事都有這種意識 總於 藥石無鄰 所有規則是醫院 或者政府 以前我記得 最初出的醫療法 是政府要付錢的 很多人都反對 為何要第三者付錢 由政府賠償 所以 剛才陳醫生說 將來在細節性審議 可能有些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修改 我想表達這麼多 麥瑞權議員 謝謝主席 我也是想補充問問 剛才的局長說 你的醫生 你們有認證 但你的認證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就是看看他的證書 是否本科畢業 是否讀醫科 是否這樣為之認證 但是 我們所說的認證 要經過考試 的合格 然後才發證的認證 剛才馮議員所說 現在我們的問題 就是三間醫院 有自己的標準 好了 即是等於沒有同一個考試 沒有同一個標準的時候 不是說誰高低 那你當然有強弱之分 或者 因為 尤其是現在我們最嚴重的 我們政府沒有了一個學歷 那個鑑定的機構 取消了 由每一個部門自己鑑定 就是學歷認可 即是說 這間大學行不行 就由部門去決定 而不是由政府統一 一個專門的機構 一個單位去檢定這間大學 希望你回答我們今天討論的法案 是 不要說得那麼闊 所以剛才我就問了 還有兩個議案 是 那個認證那個 是不是 局長是說 考核那個問題 還是看了證書而發證 其實關鍵就是在這裏 即是爭議就是在這裏 就是 他是否經過考核的 還是 你看他有證書 就發證 謝謝 陳奕立議員 陳奕立議員 主席 我想補充少少就是說 關於那個 醫生水平問題那裏 就是說 實際上在這個 鏡湖醫院的 心臟內科 那個 通波劑 這方面 這些 微創手術 就已經是 達到這個 比較好的水平 現在科大 科大那個 另外外科的 微創的方便 也是很好 山頂醫院的 神科這方面的水平 我比較清楚一點 就是說 它已經是跟香港的水平一樣 除了一個 就是說 沒有這個 神臟的移植這方面 沒有這個法例去做 之外 基本上跟香港的水平一樣 所以希望 通過各位同事 日後 不要只是說 澳門的醫療水平很低 是 有參差 我承認這個問題 第二 在80年代的時候 我可能講這番下 可能出去被人打 澳門人 看醫生 基本上要付錢 就不知為什麼 慢慢慢慢 培養到現在 看醫生 要不用付錢 還要快 還要好 希望大家 暫著一個 就是說人 最緊要一個責任心 社會的責任心 在這方面來說 就是說 我能夠付的 我付 我不能夠付的 我希望通過其他渠道 或者政府幫忙 多謝 好 請政府回應 多謝 主席 再次多謝 各位議員的意見 和提問 主席 或者我精簡一點 第一個 是 在澳門特區 專業的認證 是在未來的時間裏面 是特別會加強去進行的 各個方面 暫時 例如我閣下的社工 或者醫療等等 這個是一個方向來的 相信會不斷進步 第二個 如果大家談及到澳門 醫療的信心的話 各有不同的感覺 當然是有參差 仍然要很努力 不斷去提升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 絕大多數的醫護工作者 都是盡心盡責 有他們的職業的水準 發揮救死互相 我們很多的疾病 都是靠我們澳門的醫生 醫號 當然以後要努力 繼續不斷去 優化服務 提升這個水平 主席各下 議員們提及各個的問題和意見 基本上我們都會記低 非常之樂意 如果今天能夠通過的時候 在和委員會的探討裡 我們會持一個充心聆聽 開放性的態度 努力地和立法會去配合 把這個法案討論好 以及立好它 多謝主席 或者李局長 好像有多一分鐘幾個數字 給大家就可以了 麻煩市長 有幾個統計數字 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醫療糾紛的 剛才先生說了 新數評估中心 從2002年至今 現在總共接了470宗 有詳細的統計數字 我們會提供給各位委員 不過在2012年 新造中心收了34宗 其中有12宗是政府醫療機構 有22宗是非政府醫療機構 經過法院處理的 衛生局相關的醫療事故 從1999年至今 總共是29宗 其中有13宗衛生局是勝訴的 有6宗是衛生局敗訴的 有9宗現在還處於司法程序的階段 有一宗是經過和解 訴訟取消的 其中6宗敗訴 衛生局賠償數字 總共是731萬 這個是一個 不是那麼完全的統計 我們會收集多些資料 做一個完全的統計 提供給大家 請上局長 簡短點 多謝主席 就是一句話 就是大家所關心 關於醫療事故的保險制度 雖然說未在這個法案裏面 作出規定 剛才李局長都說了 都是研究和加快處理 是這樣的 就算這個法案 如果是這樣通過的時候 是不需要一定是有一個 保險的制度 同時生效 甚至行得到的 不論將來的醫療事故保險制度 是強制保險 非強制保險 那裡是完全可以和這個法律 相配合 相配套的 只是補充這麼多 多謝 好 各位議員 已經前後 一共有20位議員發言了 我們現在就進行 有關的一般性的表決 大家附表決 澳門特區政府成立初期 已經開始面對醫療事故的申訴 在2002年初 初步是成立了 在醫療活動申訴評估中心 和開始籌備制定醫療事故法 當年透露立法的宏原 是要建立一套包含過失責任追究 和非過失責任保險的醫療事故 整個處理的體系 拖延十年之後 現在處理醫療事故爭議的法律制度法案 只是涵蓋醫療事故 處理體系一部分的內容 亦都可以反過來顯示 最低限度現界的特區政府 是決定不已立法律的方式 來回應醫療事故處理體系 其餘一定的部分 是令人遺憾的 處理醫療事故爭議的法律制度法案 集中處理醫療事故過失責任的爭議 不安排任何保障 醫患雙方的非過失責任的保險 於是一旦醫療事故發生 醫患雙方將會繼續處於完全對立的狀態 為過失責任的問題 是全力爭持 當醫患雙方資訊不平等 後者難免繼續不斷抱怨不公 新設的醫療事故鑑定委員會 是否比現在的醫療活動申訴評估中生 更具專業權威 它鑑定的結果 是否更加能夠服眾 是有待實踐檢驗 但是縱使更具專業權威性 但都只是調查爭議 而不涉及醫療事故的預防監察和專業公布 其實作為醫療事故的預防監察 應當規定公司立的醫療機構都設定 以及不斷改進他的醫療事故處理的程序 由有權威的醫療事故專業的監察實體 應當是對公立的醫療機構進行病人安全的巡查 以及對公司立醫療機構的醫療事故處理程序 進行抽查 而這些有權威的實體 更加應當定期就本地發生的嚴重醫療事故 作出專業公布 來出使醫療機構與時俱進 以及令社會安心 謝謝 各位議員 關於處理醫療事故爭議的法律制度 就今天一般性已經通過了 我希望各位議員 就在你們的資料夾裡面去看看 我們顧問團 是準備了很多資料給大家的 因為剛才大家所問的很多問題 如果大家同時是參考了我們顧問團給我們的資料 是得到很多的解釋 這本我們顧問團一共有28份的資料 給了大家是這麼大一口的一本的 希望大家要習慣看資料 資料裡面有歐洲的 有台灣的 有香港的 有內地的 有等等很多國家的 同樣制度裡面的處理方式 有有關我們的 有關在醫療制度裡面的 我們本地原來的法律制度 有關法規的規定等等 所以希望大家 一定要看資料 好嗎 因為很多問題提出來 都是 如果看了資料 在資料裡面完全是有的 在資料裡面有的 減少大家 很多在這方面的不清晰 還有我們不要浪費了我們法律顧問團的努力 這個是一個比較好的資料的一個收集 都是已經發給了各位的iPad那裡了 好嗎 希望大家是同時要看有關的資料 現在我宣佈休息15分鐘 好